來 各位呢 我們接下來就要用互動方式來控制我們的燈泡 那在你開始繼續做之前 我們這個程式要先停止 好 所以你就先把按停止 右上角那個停止 好 停止了之後呢 我們要去找 因為你看我們簡報裡面有沒有發現有一顆燈泡在那裡 可是呢 我們現在沒有 那麼WebDuno其實它除了可以做我們剛剛那種比較自動型的 就是插座電視就自己做 對不對 執行就自己做的 它另外一個比較專長的就是做互動 也就是說呢 我們透過很多的互動方式 包括你像這種點燈泡啦 遙控器啦 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一些所謂的行為 那麼在模擬器片 哪裡有這個互動的 來 請看上面 剛剛我們按的是房子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左手邊有個燒杯 以前在學校都待過嘛 燒杯打開就是要來做實驗了 所以你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多了一個叫網頁互動測試區 你可以把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 我可以移到邊邊 灰灰那裡 拉出來 這樣是不是可以跟模擬器就做一個區隔 好 我就可以把它稍微放旁邊 那麼它有很多種互動方法 所以預設叫做顯示文字 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點擊燈泡 所以它有內建幾種互動方式 你可以把它先換到點擊燈泡 你的燈泡有沒有出來了 有了 有了對不對 好 OK 這裡 有這樣概念之後 你看一下左手邊 其實呢 我們 剛剛所看到的這個叫做 互動區 這一塊 真的就是網頁 好 真的就是網頁 那你可以找左下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叫網頁互動 左下角 我放大一點 有看到嗎 網頁互動 你可以把這個三角形打開 這個按一下打開 有沒有看到 裡面的 項目名稱 就跟我們剛剛下拉字選擇那個一樣 所以你知道現在要找哪一個了吧 是不是點擊燈泡 對不對 好 那在做那個之前 我們剛剛這個閃爍 吉姆我要先拿掉 這個吉姆要怎麼拿掉 有三種方法 一個 應該嚴格來講算四種 第一個怎麼來怎麼回去 我剛剛是往左邊來的 我就把它按著拉回左邊 有沒有 這邊可以叉叉 好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按下鍵盤上的Delete 第三種 最右下角有沒有一個垃圾頭 拉到上面會打開蓋子 你也可以丟掉 第四種 按滑鼠的右邊 有沒有一個刪除積木 所以你要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能丟掉就好了 好 我現在就保留我們的開發板 還有LED燈角位那兩個就好 可以了 現在我們找到那個點擊燈泡那裡喔 網頁互動的點擊燈泡按下去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四個積木 那我們現在就是希望說 當我按下這個燈泡的時候 是不是燈才要亮或關 所以我把綠色這個第一個拿出來 拿出來 放在這裡 當我按下燈泡要做什麼事情 好我們要做兩件事情喔 做哪兩件事情 請問上面這個燈泡是一張圖片對不對 上面網頁互動區這個是一張圖片嗎 如果真的燈要亮的時候 這裡是要變成亮的 是要換亮的那張燈 那張圖片的燈喔 所以這是第一個要發展 第二個真的燈要不要變亮 要啊 所以是不是要做兩件動作 這個就跟各位平常在按遙控器一樣 你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你按遙控器 都會有個好網路在那邊亮 因為他希望知道你按下去 它是真的有作用的 對吧 可是那個沒有亮可不可以控制 你們家有沒有那個鐵門的遙控器 是按下去它上面不會亮 就會有作用的 也有那種遙控器啊 就是像我們一般比較便宜的遙控器 就是按下去它不會亮的 可以順便問一下 如果你要看到紅外線 可以用怎麼看 手機 對對對 所以下次要測試一下 那個遙控器有沒有電 你就 手機鏡頭拿出來 對著那個遙控器 照相機打開 你就會看到那個 按下去它會亮一下 真的啦 你回去試看看 iPhone的看不到 iPhone的看不到 被遮蔽了嗎 有沒有講 哈哈哈哈 送一個嗎 哈哈哈哈 iPhone的是被遮蔽的 iPhone的它外面那些 它要把它遮蔽 對因為我們有的手機 其實應該是手機 多多少少都有遮蔽 只是有沒有完全遮掉 嘿 就是那個地方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看點擊燈泡 當然我們用了一個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設定狀 燈泡狀態是開或關 這個有沒有 按或off 但是這個只是設為開或關 那因為我要把它變成一個 雙向開關 也就是我們有很多按鍵 是不是按下去打開 再按一下就關閉 所以我們可以再用最下面這個 有沒有一個叫燈泡狀態切換 也就是說如果你現在開了 我就變關 關了就變開嘛 這叫狀態切換 你就把它拿進來 放進來 所以我現在點擊燈泡之後 我會把這個狀態切換 那我們的LED燈裡面 也有一個叫狀態切換 因為這是控制針的 所以你看下面這裡 倒數第二個 有沒有也有一個叫做LED燈的 切換狀態 它故意把它寫不一樣 怕你混淆了 這樣這裡有看到嗎 看到了對不對 好一樣的把它拿出來 放到剛剛那個點擊燈泡做什麼事情 這個順序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兩個是不相干的 好所以 點進去之後 你哪一個擺上面都沒關係 但是我可以確定 按一下這個燈泡 它就會做這兩件事情 好的各位 你可以執行看看 看看你們家的燈泡 在按一下螢幕上的燈泡之後 會不會跟著亮起來 那你再按下去會不會關掉 各位 這樣有成就感嗎 這樣還不夠對不對 手機拿出來 來 請你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你看到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QR Code 產生QR Code有沒有 這個 按下去 它會產生一個QR Code給你 你自己掃描 不用掃我的 掃你自己的 請問你在手機上看到什麼畫面 有沒有看到我們剛剛的網頁互動區 可是你看不到 看不到什麼 積目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掃一下 把你的手機掃一下 iPhone也可以 你看看能不能透過你的手機去控制它 那各位呢 你剛剛試過手機操控之後 電腦這邊就不能控制了 為什麼 因為UberDino預設 還是一個裝置控制一個 那麼對它來講 你少了QR Code 本來有電腦控制的 現在是有手機控制 那電腦這邊的控制權就怎麼樣 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說你有需要我 協同控制 也就是說我兩個人都可以同時控制它的 這個地方呢 來我們先停止一下 你先把程式先停止執行一下 右上角這個先停止 我們看一下這裡 我們的開發板上面 其實有一個選項喔 來你看開發板後面 有沒有一個叫串聯 一個叫協同控制 那首先當然你要先認識一下 串聯跟協同控制差在哪裡 協同控制就是 這個裝置可以允許有兩個人 以上連進來控制它 串聯就是像我一般電池 有沒有 1.5 串一個1.5 會變多少 會變3還是會變1.5 串聯如果中間斷掉了就不行 對 所以串聯我們會用在哪裡 有多個裝置的時候 我一個一個 手機 我想要控制兩台 我不是串 我是不是要把它串起來 串起來 就我好像撞球一樣嘛 撞一個兩個就一起動 好 那這個是協同控制 就是兩個以上的裝置 控制同一個 所以呢 我們現在把這個協同控制把它勾起來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喔 對我們這樣來講 是不是程式馬改過了 所以你執行了之後 QR Code要重新掃 因為QR Code已經跟剛剛不一樣了 所以你把它重新掃量一次 你再測試看看 QR Code 手機控制看看 然後電腦控制看看 是不是兩個都可以控制了 有沒有 兩個都可以控制囉 這樣你了解了嗎 記得有改變程式之後 一定要重新產生那個QR Code 因為那程式馬會跟之前的那個不一樣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用假的就可以控制真的 你回家也可以這樣玩啊 雖然沒有真的 用手機控制假的也可以蠻高興的嘛 請問可以控制嗎 請問可以控制嗎 還是不行 有重新掃描過的還是不行 沒有沒有 不會不會 要兩個一起讓的禮拜四才有 禮拜四的MQTT才可以做到 剛剛同學問到問題就是 如果你手機上按下去它是不是亮了 請問電腦畫面會不會同步亮起來 不會 但是電腦還是可以控制它 因為等於說 它現在雖然有可以多個控制 可是你螢幕上的畫面是看不出來 它是現在是什麼狀態的 那我們如果禮拜四的時候 用MQTT這個通訊協定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它反正發出一個訊號之後 或者要接收到 我的就自動跟著化 這樣了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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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kinson participating 的